记者刘晓清彰化报道 引进丹麦经验打造在地化风电供应商平台 来自丹麦再生能源企业卧续能源 Trosted与彰化县政府合作 今天在张机国际培训中心举行离岸风电本地供应商说明会 由卧续能源合作伙伴 DWP风电供应商平台 DWP System Supplier 原名JES 分享在开发风场过程中 从风机到维护营运各阶段的采购需求 彰化县长为名鼓表示 引进丹麦开发绿能的成功经验 就是期待丹麦DWP运转平台经验 能再定化为彰化DWP 让彰化相关企业能够配合县府开发离岸风利的供应链 零组件 一起加入绿能产业 一起相互成长 让产业跨入绿能领域 也开创商机 为名鼓强调 推动离岸风电的前提 就是要以彰化化为优先考量 将彰化线在地产业列为最优先的选择 扶植在地企业 培育人才 彰化线公测会总干事梁智杰表示 彰化线不只是有好的风厂设立风机运为码头之后 更需要整合彰化在地产业进入风电产业供应链平台 而DWP在国际有很好的经验 彰化可以借重新经验导入并建造属于彰化的风电供应商平台 梁智杰指出未来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来要求厂商建造风机或是运为码头要有多少比例采用在地 材料同时也可以透过平台让国内产商的风机产业相关零组件来外销出去 卧续能源亚太区总经理继台湾董事长博森文Mesh Fierce-Bosselin表示 卧续能源到每个地方都跟在地政府业者合作 因此卧续能源预计于彰化外海开发大彰化离岸风电计划 四座风厂共同打造永续绿能产业建立彰化风电供应商平台 亚太区总经理络合作